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点半钟了 那么我们呢没有回到山庄 而是又来到了灯塔的停车场来露营 那么现在是上午的十点半钟 叶姐比较困难 到现在也没有起床 也难怪这段时间挺忙的 让她多睡一会儿 丁哥呀 是倒点就饿 吃饭呢 饿得活 叶姐多休息一会儿 我就简单来捅泡面 正好啊 也是有段日子没有吃泡面了 现在落碗泡面呢 都解馋 刚烧开的水呀 沈年吧 那个小年宝啊 带狗粮 活得长啊 我俩一人一半 行不行啊 慢慢咬 慢慢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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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不错啊 人家这广告词也是好 就是这个味 哎呀 二姐姐起来了 给她点了一份冷面 好 谢谢啊 来来来 吃饭吧 我吃泡面 给你吃 给你吃这 我就说能好吗 多吃吃这玩意儿 那你吃泡面 我吃它能好吗 好 我拿不好的 我俩过意不去呀 你是 哎呀 那应该是不错哈 酸酸甜甜的 哎 我的泡面呢 是四块钱一碗 加一根肠啊 是四块钱 肠我还和年宝一起分享的 你俩吃一一半 你这一份啊 是三十一 你看看 我大宝加一块儿 没有你这个龟业 你看 不过你这倒挺好啊 挺好 到时候你喝点茶 我不要了 吃饱了 哎 管说你三十一块钱 看一只手 嗯 嗯哼 在灯塔呀 待了差不多一小天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下午的五点钟 我陪二姐啊 买点羊肉 在家里的饭店旁边啊 有个羊肉店 买点羊肉啊 晚上回去给老爸老妈 老姨他们算火锅 小雪也在这呢 哎呀 小雪也在这购物呢 这么巧 那一袋够吗 六 六 六个人 十百多元 对呀 有这 还有这 有这 我陪二姐啊 今天差不多一天没有回山庄了 所以说晚上啊 回家一定要带货回去 这几个老头老太太啊 其实啊 很愿意我们天天都在家 今天呢 为什么没回去呢 确实昨天晚上太累了 又是两点多钟才回去 然后呢 就没有回山庄 在灯塔啊 待了一小天 那么我和二姐一商量 那晚上回去不能空手啊 这个蒜羊肉啊 一定要安排上去 我们不在家啊 老头老太太呀 他们那饭呢 他们那伙食啊 就上不去呀 没有事 晚上给我改善一下 到家喽 到家了 你没 干活 只有一天呢 没有在山庄 家人们看看 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庄稼长势喜人 一天呢 一个样 家人姐啊 再给我们准备配菜 一会儿啊 我们要蒜火锅 金针菇 我看这还有啥 豆腐 豆腐 都是从这饭店里拿的 这末耳是咱老姨家种的吗 对呀 哎 看一看 哎 哎 不错 你看 都是这种小耳啊 那啥 哎 还有了 好几个末耳段呢 等会咱给摘地的 啥叫末耳段啊 你卷 末耳卷 等会看看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 可以实现末耳自由了 自己种了 小吃你就咋也 这个玩意儿 嗯 行 一会儿做末儿 午餐肉 丸子都准备好了 青菜 又来了黄啊 跟你俩没招了哈 是不是 转完了火锅 好了 吃完之前把它去摆去吧 等会水开了就可以吃了呗 这是啥 这是木耳菌 这就是木耳菌哈 也就是种木耳的 木耳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没看那小黑点啊 你已经发发了吗 这就是哈 嗯 好 把它种上 你摆在木耳地里 你还用垫垫那啥吗 不用垫 平平了 这玩意儿为什么要随到 苞米地里呢 怕晒哈 苞米地里凉快呗 这条朝下 啊 还有朝上朝下 听我说的 这个上面是那个长吗 啊 行 这玩意儿啊 放好以后的青椒水 是不是 我不知道太多了 啊 看 火锅 看看 蒜羊肉 那个 人都 都 放了